为了找到人类变成超级英雄的秘密 比利他们找到了橡胶人路飞 利用他搞机的视频进行威胁 得知了超级英雄生产基地的位置 可当比利火速赶到时 被眼前的荫幕惊呆了 在这里能增强超能力的五号化合物 被当作点滴注射进婴儿体内 眼前的婴儿竟然被改造成了超人 这让比利感到无比震惊 原来那些所谓的超级英雄 竟然都是实验室的产物 这让比利有了新的想法 于是他小心地将五号化合物提取出来 但他们刚想离开时 却被冲进来的守卫发现 无奈他们只好迅速躲避 可强大的火力压得他们抬不起头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这时比利想到了什么联盟叫黑鬼掩护他 而他则是将实验舱拉了过去 紧接着抱住超人宝宝对准守卫 瞬间全部守卫被宝宝射线消灭 可见识到宝宝的威力后 比利却不打算带走他 反倒将他放回了实验舱 而这波操作也为他们埋下了隐患 是 Renee mold 是蒜头下 hil计者是스트